这个穿墨绿色带衣的帅锅就是屋里涛涛 和平时那个画着烟熏装有点痞的少年 盼若两人霸 明显成熟了好多 难道是因为戴了眼镜的原因 你别说还真是 换了黑晃眼镜之后的涛涛 瞬间又变回少年了 只不过看起来比平时斯文点 眼镜就是一法宝 小鲜肉戴上立马变样 不信小伙伴跟着橘子娱乐一起看看 张云兴戴上眼镜之后 貌似也没有平时那么蠢萌了 高冷的气质瞬间满屏 吴世勋戴上眼镜就像大学文学系的学长 再也不是那个萌萌的小奶包了 灿烈戴上圆框眼镜之后 也瞬间高冷了不少 而且感觉分分钟会变身霸道总裁 陆寒戴上眼镜更加萌萌的 而像杨阳这种本来就很斯文的长相 眼镜对她倒是没有多大作用 就是看起来更正了 再收拾收拾就能尽足眼红剧了 吴蕾是很纯纯的长相 但是看她最近的一些自拍 发现她真是越来越往邪魅的方向发展了呀 你看眼睛都能成为她撩妹的工具了 你妹们难闷受得了这种诱惑吗 再看TFBOYS三小只 戴上眼镜更像是撒好学生 金秀贤戴上不同的眼镜框 画方也都不太一样 戴方黄眼镜像学识渊博的教授 圆框眼镜像精明商人 调宝剑也是风格随机切换的类型 虽然戴的都是金属圆框的眼镜 但是有时就是阳光学长 有时却像浮黑少年 偶尔也会高冷 但要说反差最大的应该是薛之仙 对她来说这种半框眼镜 简直就是简灵神器 显得特别清爽有无有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